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高达老母 老母数据指数已经来到第二集 如果大家有时间,记住帮忙看上一集的《盛约高达评测》 这个系列跟大家评测一下新番的模型 有些朋友之前已经看了我的数据直播 这个节目就跟大家分析一下新模型的优点和缺点 另外和其他高达老母的节目一样,都是完全没有赞助 如果令到后组的价格有什么升跌 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老母数据指数是由几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外形、组装过程、可动、水口、组件 根据这五个项目作出评分 最后会说一下数据这款模型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和要注意的地方 老母对两种机体情有独钟 第一就是real type,第二种就是full armor 之前出过的stonebringer 无论是P Bandai还是二手自强 我始终都没有买到 可能因为stonebringer的配色 给我的感觉就像小朋友的机械人 不过stonebringer FA的冠图一出 不用说话,马上磅水 虽然这部FA不是像V2那样可以拆装甲 不过它有FA的特征 包括背部的大炮 和右手盾牌激光枪 整个外形和之前的stonebringer是九成九一样 主要的不同就是背包和颜色 顺带说一下GM Turbulence的外形 最吸引就是它的头 眼罩里面相当多的 detail 真的很漂亮 不过最终我都是选择保持FA的形态 原因是发现用了GM的头 就会出现一个经典的对白 忍者归,头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头的大小程 其实差得相当远 因为上身的比例其实缩小了 如果将一个这么大的头放下去 你会发现 其实是有些格格不入 这次我嫌麻烦不贴水贴 如果加少量文字的水贴 再做旧化烧光一定会很漂亮 real 7系列的颜色我就很喜欢 而且有收场的线条 和大量的 detail 外形我给它9分 整个素组过程相当顺利 大概用了4个半钟 整件东西主要是由高达V2的骨架 再加上GM Sniper 或者Sniper 2组成 相信大家都已经齐熟了 不知大家会不会想着 将FA和Turbulence经常更换呢? 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想也不要想 第一,因为肩膀的装甲 本身存在设计的缺陷 在我组装的时候已经整断了件 大家有兴趣可以按上面的连续 看回当时的情况 第二,Turbulence的背包 有很多零件都是由FA的背包拆出来的 而拆的难度相当高 不是转两个孔就搞得定那种 所以奉劝大家 一定要选定想装FA还是Turbulence 虽然肩膀设计有缺陷 和换装相当困难 只要大家选择好装哪一款 或者你的自认是模型高手 其实困难也不是太大 组装过程我给8分 和大家做一下伸展运动 好,首先做个头部 来到这里就顶住了 这里有个活动结构 就可以令到头再向上升 这个炮呢 我觉得挺特别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升降位 如果你落了它的时候 窗是不能移动的 你必须要把它升上来 才可以转动 但是呢 就会碰到 天线了 所以大家玩的时候呢 记住小心点 要不就另一面了 然后到肩膀 我们试试转圈 Version 2 这个夹空结构 我觉得就相当稳定了 而且幅度也是相当大的 再看看转动的情况 可以提起到这个位置 当然还可以向前 看看这个手臂 上臂可以旋转 手部可以屈曲 这个是可以拆出来的 这个前端可以插击光剑 手指的部分实在很可惜 就没有这个活动的手指 不过呢 它的手指弓这一节 是可以屈曲的 真的浪费了 真的浪费了 枪这个部分呢 没什么特别 其实纯粹呢 是这样卡上去 你就可以用回 这个组件 放回去 去到腰部的位置 机仓呢 就不可以开了 转动是这样的 背脊呢 是有少少顶 这里呢 有个伸縮的结构 伸长了之后呢 你的腰呢 就可以再压低一点 还可以做摆动 如果组回去呢 幅度就会很小很多 裙压部分 这里是一个波裙 尾裙呢 就动不了了 而这个呢 我都挺喜欢的 可以反够90度 而盘骨的位置呢 这种的旋转关节 幅度呢 就没有单独股关节 向上移动那种那么大 但呢 其实很足够的了 这部机体呢 都可以做到一字马的 顺带看一看 这块夹呢 其实是偷了膠的 就自己想办法填满它了 膝蓋这个部分 有连动的结构 下来小推的噴石器 可以调校一点 脚掌就是Version 2 哦 脚掌就是Version 2的结构了 也是没什么特别的 里面也有油压 可以拆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骨架的情况就是这样 相信大家对高达Version 2的骨架可动 没什么投诉 我要扣它的分数呢 就是它的FA装夹 不可以拆 以及它的机仓门 不能打开 可动部分我给8分 水口的情况 小过Version 2的高达 和GM的朋友 大家都应该预计了 水口有多明显呢 大家一起看看 由头看器 GM的头 角度已经有一大粒了 旁边 水波纹 分母线 水口 顶部位大大粒 头顶的线真的大到 下面有没有呢 也有少少 遮住了 就当见不到 这个位置也有小小粒 而后面呢 也有两粒小小粒 先看看高达的头 正面已经在角度有两粒 側面 一大粒 顶也是 合不住的 下面呢 当看不到 角的黄色部分呢 其实也有小小粒粒 水口的 另外要特别留意呢 是条颈 有偷胶的现象 颈后面这块夹呢 平时也看不到的 我们先看看身体 通常脚底位这些都走不掉 腰小小的水口呢 其实都不太多 裙甲 有水口呢 其实真的少不免的了 两边都一样大事 橙色部分呢 已经有点水口了 旁边呢 都会有很多的 记住处理了 旁边呢 已经有一大点 大腿内側 都有 背脊就没有了 屈膜 看看 这里就有两大点了 我就特意拆了这一块夹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这里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而这一边呢 都有的 后面 这个位置呢 真是肉酸少少 小腿这块夹 这个灰色位 就已经有几点了 而咖啡色这些呢 都看不到的 上面有一点了 脚板的裙甲 这里呢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除了正面有一大点之外呢 这条垃圾呢 就真的相当头痛 还要呢 两边的垃圾呢 同样都在左边的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它 最好 脚掌的边位 一对对 乘双乘对 乘双乘对 乘双乘对的 乘双乘对的垂口 你真的慢慢回去摸了 不要说 其实脚板底都有 上臂和前臂 就给大家看一下 肩膀部分都有些 不过 遮住了就算了 手肘位也有大大粒的水口 前臂呢 就真的多到 这粒都相当大粒 和比较难磨的 因为刚好呢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吸位 看看我背包先 左右的夹口位 就不掉了 幸好有一块大东西 盖住它 这块大东西呢 都是两点的水口 在这里 左右分件呢 怎么少得这一条 这么大条的 这粒够大粒吧 旁边也有不少的 连这件也有的 这个位置就真的看不到 看完最后 武器了 水波纹 做了烧光之后 应该会没那么明显的 旁边有点 嘩 这里真的大大条 它本身做了一条坑的 但是真的特别角 这里真的大大粒 这些边缘位 走不掉了 圆形追体这些 咚咚 例牌都会有的 武器一向都有分母线 就没什么特别好说了 都是那句 你玩这个version 你都磨到合起来 都知道哪里有的了 机体的主色和水口的颜色 真的撞到板板声 真的需要极大量的打磨事 我给四分应该都是很仁慈的 先说一下水贴 Joker的logo真是很漂亮 不过我不是不舍得用 而是它贴水贴的位置相当尴尬 坦白上面有两个洞 真的贴水贴就需要在水贴上面开洞 另外PairPair logo 就是贴在肩膀的位置 在这条黑线上面 而且这条黑线不是直线 所以最后我都是放弃 另外一边肩膀 你就可以选择 贴Turbulence Stonebreaker 或者FA 不过一样 都是会在黑线上面 讲配件之前 不如先和大家看看有多少废件 1板 2板 3板 4板 5板 6板 7板 8板 9板 10板 11板 12板 13板 完成 14板 15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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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点懷疑 是否可以多装个吉姆 真正用来替换GM Turbulence 就是肩膀 GM背包铐框架 但是要替换背包 其实真的相当麻烦 既然你卖15板 这么多 那你不如多給我這幾件配件吧 讓我這個位置不用拆拆拆拆 最後就是有一堆手手 這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都是那句 Bandai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孤寒呢 之前提過背包要換裝其實相當困難 需要共用的零件只是那幾件 明白的 想我們多買兩盒 所以配件部分我只會給5分合格 5個部分分數加起來再除5 今次Stonebringer FA 老母素組指數評分是6.8分 現在這個是素組的狀態 開講有話 軟體像烏鷹 近體像猩猩 用來形容這些水口就真是最好不過了 看一看一看的時候我真的看不過眼 結果我都花了很多時間 大概是12個小時左右去處理打磨這些水口 尤其是在這個腳甲的位置 除了有縮膠的情況之外 最大問題是被你磨平之後 它還有一塊深色了的人 不但灰色膠這個部分 因為它本身是一些比較有彈性的膠 你砌了一件甲上去之後 它都會彈出來 其實我已經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厚度 但最終出來的效果都是還有一條縮膠 因為它真的彈出來 這張相片想給大家看一下 右手之槍的主體我就用了 灌噴黑鐵色的 其實原本那個顏色 不知道為什麼它會用一隻很淺色的灰色 看上去是有點怪的 所以我都是忍不住手打磨之後 就把它噴成黑鐵色 這樣就順眼很多了 不過要提一下大家 那個瞄準器黃色的部分 塗進去之後就很難拔出來 所以在塗上去之前 最好在中間的位置轉回孔 可以讓你在後面拔出來 那就可以方便你做分色上有 磨完一大餐之後 我也是有做到這個深線的 黃色的位置用了淺灰色 而這個綠色的位置我就是用了深灰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肯花時間 去做一點點滲線 其實那個效果是會更加好更加理想的 之前也提過了 腳甲的部分有一點黑色的不知明控 那我就用了第三方的水貼 不斷遮一下醜 另外背包上面那顆很明顯的水口 我也是用了水貼來做遮醜 最後也要講一下這三隻造型手 分別有張開、半開和拳頭 拳頭就好搞鬼的 手指好像勁鑾 形狀是有點怪的 攤開手指這個造型手 比例根本是用不到的 直接令我想起卡比利大手掌 恭喜各位可以看到最後 我真的實在忍不到 必須要在之前的分數上再減 外形扣分是因為造型手的比例不對 還有腳甲部分 那條大縫和黑點 如果素組出來是真的很難看 另外水口真的多到 唉… 扣兩分 而配件也是因為沒有給到可動手指 給了一隻造型手我 我也要扣它分 所以今次 Stonebringer FA 老母素組指數的最後評分 是5分 合格而已 Stonebringer FA 真的是一隻很漂亮的高達 但是呢 因為它水口很多 有很多地方需要花時間去處理 甚至是上色的 那我是覺得比較適合一些中上級的玩家 需要大量的時間打磨 甚至乎是上色的 如果你是為了GM Turbulence去買 那我就覺得有些保留了 因為它的頭的比例其實不是那麼對的 來到最後 希望各位喜歡今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那就幫手分享、Like和Comment 還可以加上我Facebook IG和MiWi 如果我買了什麼最新的玩具 我都會在上面發布的 再不是呢 加上我PSN 深夜時段 我們可以一起打下Gundam Battle Operation 2 下條影片再見 多謝收看 拜拜